我們開始 大家 好 今天3月11號 是吧 我們今天開始我們的Session 那這是我們主要今天的Janda 就是Miranda非常棒 她現在過那天給我發信息 然後說現在工作一些非常順利 然後想給大家來談談工作的狀態吧 還有一個在職場裡面開始工作的時候 以及JANPATH應該有些什麼樣的注意 來分享Miranda的一些經驗 我是非常期待 還有下面請Iran來跟我們談一下她的企業項目 然後我們其他就討論 然後同學們有任何面試求職的問題 技術的問題都可以在這個Session上來跟我們來談 我們來給大家來解答 好 我們請Miranda來展示 好 我還沒有看到可以從哪兒Share 楊老師我好像沒法Share 她的Share的那個暗示 她的Share的那部分是灰色的 現在好了 現在我看到了 現在好了 好的 可以了 但是我們出了看上去就 現在應該沒問題了 很感謝楊老師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讓我來分享一下 之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經驗還體會還比較新鮮 就趁著我還記得我在找工作以前的各種坦特不安 以及拿到offer開始工作以前的那些很多的想法還比較新鮮 那再加上工作了一個多月 我覺得我可以把這些我的這個心路歷程 還有一些經驗體會分享給大家 那因為我說實話算是比較新的加入到這樣的一個行業裡邊 很多分享可能大家都要持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來看 很多我說的可能也是比較片面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當故事來聽一聽就好 我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是去年7月份加入到我們這個社區平臺 我是23號就是大概一個半月以前開始正式工作 那我自己是沒有任何的technical的背景的 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職位呢 是在一個BC government的一個corporation裡邊的一個職位 寫錯了 然後職位的title是那個senior BSA 是一個full time remote的一個職位 我想講一下就是這個工作的它的challenge 首先就是它是就是跟這省的government有關的一個corporation 它的那個組織架構極為複雜到我覺得超出我對於一些組織架構的認識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就是我有一個resource manager 這個resource manager呢它並不屬於那個HR部門 它其實是屬於就是IT這個department 它自己呢也不做什麼項目 它當然它以前它是屬於BA或者PSA的職位 後來就上升到它叫delivery lead 後來當然也有的title它叫那個tech lead 那實際上它就是只是幫我負責一些 就我如果需要什麼software 或者是我需要什麼資源 我可以去跟它溝通一下 它可以幫我安排 它也可以就是幫我提供一些就是比較簡單的一些幫助 但實際上就它相當於是我的那個直接匯報的一個manager 但是實際上它不管我 它也不知道我具體做什麼 它手下有8個BA BSA 它跟我說它說它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project 所以它一開始就第一天的時候跟我交談了大概半個多小時 然後說下周我們再有個時間再談一談 看看你就是適應的怎麼樣 第二周談的時候它就跟我說 哎呀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好談的了 但是你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可以接下來每兩周再就是談一次 我可以把這時間定下來 我呢因為我是覺得雖然它就是不是那麼直接的管我 但是我覺得跟它就是多做一些交流對我來說沒有壞處 我也不認識太多的其他人 所以我就說沒有我很喜歡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每周甚至每兩周怎麼樣都可以就是看它的時間安排 所以後來我跟它定起來之後 它每兩周都跟我溝通交流一下 有時候可能只有十分鐘二十分鐘 有時候可能只有五分鐘 反正就是時間很短的 我呢其實主要是跟一個project manager 就是在一起工作 這個project manager它又屬於另外一個部門的 他只是就是因為他是這個project manager 我也在做這個project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工作 我第一天的時候我就問他們 因為我大概幾點上班幾點下班 那個時候只有project manager就跟我在meeting 他就說哎呀這個你得問你的resource manager 這不給我管 所以我就第二天我又去問那個resource manager resource manager他說哎呀你這個不給我管 他說你這個你得是那個你project manager來幫你安排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還是需要跟他們就是大概定一個時間的 所以後來我又找到project manager 比如說他也說因為我跟你一起做project 所以你要把這個時間大致的跟我定一下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時間給定下來了 其實它的那個組織架構真的真的非常複雜 我知道的這個project那邊 經常會跟他們的那些director 還有他的那些就是比較高職位的那個stakeholder一起工作開會 當然我也不屬於他們管 但是他們的職位都非常非常非常高 所以導致我好像都沒有人可以去去聊一聊我的進展 或者是去聊一聊我的一些想法 有點像就是不知道像誰有問題也不知道像誰求助 然後有一些想法也不知道應該找誰溝通是一個正常的途徑的一種感覺 另外呢他們的系統就是極為複雜 我第一就是我剛拿到電腦那一天 我就因為它有那個share point 它有很多就是已經幫我做好的那些共享的空間 我可以上去看我自己就嚇了一跳 因為我是覺得楊老師經常跟我們畫的那些圖 已經夠複雜的了 有那麼多的又有data warehouse 是有這又有那的 但是我一看那個圖 我覺得至少上頭可能有將近100個左右的各種各樣的節點在那裡邊 各種各樣的技術 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公司的 什麼有Oracle的有Microsoft 甚至還有Talus的 反正就是極為複雜 我一看我就有點頭暈 我就覺得這可怎麼辦 這麼複雜的東西 那他們所有的系統它都有很詳細的記錄 就是技術文件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他們的那些就是 Entity Relationship那種Design那種File 有很多就是跟其他項目相關的一些東西 有很多我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方面可能就是說 對我要求也比較高 因為我也要做同樣的類似的這樣的工作 另外呢 也為我的工作就是提供了一些幫助 所以就是各種複雜的東西都交叉在一起吧 另外他們的Stakeholders非常忙 因為最最開始的時候 我主要接觸的那些Stakeholders 就是都是非常high level的 director那種級別的 或者是他們會非常多 就我可以通過Teams裡邊 他的個人的狀態看到他們大概在做什麼 我就覺得好像他們一天80%的時間都在開會 對我來說就是想跟他們約一個時間都是非常非常的難 這個project它其實已經開始了好幾年了 我剛開始以為他們只開始了一年 因為它是正式成為一個project 是去年三月份成為一個project 等我接手的時候 前面已經有兩個BSA做過這個project了 但我一看他們做的那些文件 我記得當時還跟楊老師聯繫 我說他們這個已經做了一年了 他們好像感覺沒做什麼東西 我到後來也是就是一點一點的 對他們的一些很多東西就是深入了解以後 我也是覺得他們能有這樣的進展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因為他們屬於政府的這種cooperation 他們很多時候也跟政府間的一些就是機構打交道 那麼政府之間的這些機構的反饋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慢 他們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需要通過更多級的 聯邦級的或者省級的一些部門 提供一些幫助 這個需求遞交上去 有可能要好幾個月才能反饋回來 所以就是各種各樣的難題交織在一起 但是呢我的那個PM他第一天就跟我說 哎呀這個project已經得累了很多很多很多時候了 所以我最早的前期的工作 我就是focus在那個文件上 我覺得有哪些地方可以優化 哪些地方我覺得好像還寫的不是那麼的 就有點模棱兩可不是那麼的清晰 然後向他們去提出來一些意見和看法 最初的時候因為他們那些stakeholders都非常忙 而且我對這個項目也不是那麼的了解 再加上我對就是自己的這種語言 包括對他們就很多東西我也不是那麼的有信心 所以我最初的時候我並沒有太多的找他們去聊去開會 所以我是用了一個那個問卷調查 把我從那個business requirement上頭 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或者覺得還不是那麼清晰的地方 把它列出來就是可能我可以提供一些 類似於這個function requirement 就是對system的這種requirement的一些選項給他們 就是說這個功能你要不要 那個功能你要不要 列出來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在定期就是給我一個反饋 就是哪些地方你覺得是需要的 或者哪些地方你覺得還可以提高 哪些地方你覺得我這裡邊還沒有包含 你希望我可以在這上頭花一些功夫 然後繼續做下去 結果他們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而且他們是覺得 你這個做法非常的新穎 然後既節省了我們的時間 也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前期的做的工作 很多時候就是focus在他的一些business的 目前的需求上 還不是他對將來的一個系統上的一個需求上 或者是他沒有把他的一些東西 還沒有想那麼遠 他們自己還有很多的模棱兩可 所以我就說做了那個以後 在那個基礎上 然後開始慢慢的開展工作 然後慢慢的去找人 就是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我覺得就是我現在做了一個多月 我的感受就是怎麼樣度過前期的一個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難關 或者是怎麼樣能夠快速的適應這樣一個工作呢 首先我覺得就是跟他們之間的溝通是最重要的 特別是你在沒有training 然後這個公司的架構又那麼複雜 我都不知道根本像是像誰匯報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是主動的跟他們去溝通 非常非常關鍵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那個PM 既然說PM來管我了 所以我就跟PM說 咱們是不是可以定個時間 然後固定個時間來交流一下 因為他也很忙 他手上有六個項目 忙到一件很很簡單的事情 他都要花很長很長時間來回复我 但是我就是主動跟他用下來時間 告訴他我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進展 可能是需要什麼下一步打算做什麼 他也覺得這樣非常好 因為我們不是說每天都有開會 但是就是每周都會像那些 比較high level的 stakeholders 包括有些其他的那些 data相關的人 就是一起參與 來對這個項目做一個交流溝通 一些進展的一些溝通 那我跟他跟PM提前做好溝通的話 他就可以在會上有更加有針對性的 就是來去講這些東西 後來他就因為我們那個會也非常短 就半個小時 他就每次開會的時候 會給我留一些時間 會給我留大概一半的時間 讓我來講這個會的 就是這個項目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一些進展什麼的 還有一點就是除了跟這個 我的項目經理來溝通以外 我後來體會到就是我要很主動的去跟那些 跟我這個項目有一點點交叉的 這些項目的那個BSA去溝通 一個是他們可能就是在這個公司做的 比我時間長 然後比我更有經驗 另外就是我是覺得跟他們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學到了很多 大部分人他們 我覺得80%的人都是非常的那個 我去找他們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就是有點盡我所知盡我所能的來 來幫助你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很感動的是另外一個BSA 他把它做的另外一個項目的 現成的整個的那個 Functional Require Document全盤就發給我了 那個讓我看了以後就有點 好像知道下一步自己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然後也有點就是心中更加有底了 所以我是非常積極的去找他們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我非常actively就是 reach out to這些人的話 對我來說幫助很大 因為他可能會幫我推薦下一個 他覺得對我來說有幫助的人 那我會從在跟下一個人的交流溝通上 有可能會又get到一些很新的一些 信息有意義的信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讓我就是思路也是逐漸打開 然後也讓我對他們的這些系統 更加的了解知道這個系統是幹嘛的 那個系統是幹嘛的 哪些data我可以從這個系統上獲取 哪些data我可能要通過其他的途徑才能拿到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真的就讓我感覺受益匪淺 另外我覺得 我覺得當時因為我跟楊老師溝通的時候 楊老師就說 我說他沒做什麼東西 好像就是一個很虛的一個document 那楊老師他就說了一句 他說你也要做這些 他說你這個開展這個工作 確實非常難 可能也是很長時間 或者是很久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進展 我聽了以後也是覺得是的 就是你不管做了什麼 其實你要把它秀出來 你要讓他們知道你在做什麼 已經做了什麼 或者是你將來想做什麼 另外呢 因為其實沒有人真正的管我 但是我後來我就覺得他的那個director 在這個項目上其實是不光是核心策誌 他也很有經驗 就是因為這個公司非常大 他的職位也非常多 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他是經常會參與類似於這種討論 就雖然他對技術環節他並不懂 但是他對很多比較高層次的一些東西 他是很了解的 而且他很清晰的 他也可以就是給你一些他的觀點和看法 或者是一些指導 但我後來我就主動跟他聯繫 我說我在這工作了將近一個月了 看看想聽聽對我有什麼那個feedback 然後我們就有了一個時間 其實我主動找他 因為我有很多的想法 關於這個項目的想法 還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不是特別清楚的地方 想跟他就是交談一下 看看他是怎麼想 所以通過我跟他那個交談以後 他就覺得我的很多想法也非常好 那麼他就覺得咱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交流溝通 然後這樣子就是可以讓我的工作開展得更快更好一些 所以他就跟我定下來 他說除了我們那個weekly那個meeting以外 那我們要每週還有一個小時的那個workmeeting 那後來就定下來就是每週都有一個小時跟他單獨的一個交談 那他說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約其他的 因為我的PM他最近在休假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高職位的那個stakeholder也比較忙 所以前面他還沒有參加 但是後面的話他們也可能會就是會參加進來 那這樣的話對我來開展工作 或者是澄清一些很多的細節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還有我個人覺得有一點就是你在展示了你的這個progress 你的一些成績你的一些想法以後呢 我個人覺得就是比較坦承的講一下目前的一些困難和挑戰 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我是我覺得對我來說可能每一步都算是走的還比較順也比較巧 就是很多時候在我有這個問題的困難的時候 哎呀我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我經過一段時間摸索 哎呀我就發現這個信息對我來說很有用 在我有另外一個困難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然後又經過一番的那個探討或者是探索 發現這個對我來說太有用了 那我現在這條是因為我那個PM他們去墨西哥去休假去了 他就把他手上做的一些工作臨走前 最後last minute 真的他是到晚上還給我發email 到周末的時候還跟我再做了一些簡單的那種交接 他說這個東西你得接著那個幫我做 下一步做什麼做什麼就很簡單 你只要怎麼樣怎麼樣就行了 按他的說法我就基本上都不用管 我只要看見email人家回了沒有那個做了沒有就可以了 然後大致的如果他們有問題他們來找我 這是他一開始走以前對我的交代 但是他給了我那個清單以後 他因為有個Excel表格 總共只有300多行 我就大致看了 我就很明顯的看到他裡邊有完全完全一樣的那種Rows 就是那種不同的那個Records 然後我就發現他那裡邊有8%左右的是重複性的那個Records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的話 這個工作好像做的也太不細緻了 但是也不好意思多說 我就跟他說咱們走以前再花個幾分鐘 稍微聊一下 因為我發現你這裡邊有一些重複的數據 但是我沒有太說 你沒有多說我說大概有多少 沒有多沒有多那什麼 所以他就跟我來了一個很短暫的會 然後一看他說哎呀好像我看到了有一條 我說這個不是一條有那個你300多條裡邊 其實他有15條相當於有30號 他那個那個重複的 其實這個後來我就找原因他為什麼有重複 然後再就是他因為他已經那個去休假了 所以在開會的時候就是我跟他們一起開會 我就跟他們說這個數據就是為什麼會有重複 咱們以後可以怎麼樣避免 所以我就覺得跟他們就是交流溝通一下 把這些提出來 他們一下子就覺得 你一個就是工作好像很認真很仔細 你也很為我們著想 後來他那個director做了一份文件 就是下一步今年打算怎麼做的一份文件 他就是用了我一開始說的那個一些想法和建議 他自己也說這個很覺得就是這些真的是非常對他們來說也非常有幫助的一些想法 最後一點我是覺得其實我是覺得這是最有用的一個 就是現在那個chatGPT 現在出來很多很多的東西就是如果我們在工作當過程當中不是很懂的一些信息 包括現在就是大家如果還在找工作的話 很多技術點如果不懂 其實都可以通過chatGPT來去查詢一下 甚至你可以幫他讓他幫你寫一些cover letter然後去改一下 甚至我覺得你可以讓他做一些模擬面試這種方面的一些安排 我是很依賴他的 就是首先我覺得作為那個ESL的人 可能英文都不是那麼的那麼的過關 所以我至少就是我可以利用chatGPT來幫我 比如我寫email的時候我列出來幾個點 讓他幫我組織一下 然後出來一份東西我再去改一改再發出去 這樣我就不太會擔心就是在這種書面上的溝通有太多的問題 包括比如說我寫出來一些什麼東西一些文文文檔性的東西 我可以讓他幫我去再improve一下 讓他改的就是更加符合這種英文的 這種本土的這種這種思維能思維的方式 或者是那個語言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管我們現在處在什麼樣的一個階段 是已經工作了還是剛工作還是正在學習 或者是在找工作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來摸索一下 這個chatGPT的它的一些功能 可能你會很驚喜的發現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用它來幫我們來實現的 我來看看下一張 對我現在的一些就經過工作這個短暫的一段時間 有什麼樣的一個體會呢 首先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 我一開始還覺得自己都正大年紀了 還去做這個是不是有點太晚了 或者是有點做不動了 或者是人家會覺得你這個年齡工作那麼多年了 來做這個會不會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後來就是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就我那個resource manager他下面不是有八個那個BSA嗎 所以我就是那一次有機會跟他 立得的那幾個BSA 在那個team裡邊就開了一個會 然後有機會看到那些人 後來我就發現 我在這裡邊這個還算是年輕的呢 他們一看就比我還年齡大一些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工作年齡不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我們以前在國內 或在其他地方已經工作了一些時間的人 這個其實就是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我以前是有這樣的顧慮的 所以我專門把這一條列出來 他們很多人真的工作的時間很久了 有看裡邊70多歲的人大概都有 另外呢我覺得就是英語來說 也不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了那個chatGPT的這個存在 書面交流溝通基本上不太會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跟他的開會的一些 口頭的一些溝通 我覺得首先就是你如果能聽懂他 他能聽懂你 這基本上就可以了 另外我是覺得就是我們現在的 就是做這個工作 他其實用到的一些skills 還有你的很多東西 並不僅僅是就是我們學的這個 Power Apps或者是Power Ultimate 很多很多的這些skills 是我們以前已經擁有的一些 就是我們已經有的已經可以就是拿來就用的一些skills 我好像楊老師也經常說就是我們是把這些東西完全整合在一起 就我們的一個能力其實就已經高出很多人很多了 我其實就是有機會看他們去年在這個項目上做的一個那種錄下來的那個workshop 是比較高level的那個IT的兩三個那個technician跟business的還有一些其他的人的一個比較大的group的一個那種workshop PM告訴我這是他們在去年裡邊做的唯一的一次就是有IT的比較高的職位的比較有經驗的人參與的一個那個workshop 我從那裡邊也是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發現他們好像對那個就是現在的這個技術 他們提到了Power Apps也提到了那個Power Ultimate這些這些 但是他們也不是說那麼那麼的精通 是覺得就是這個整體的這個skill set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再加上我們從我們這個社區平臺從楊老師這邊 學了那麼多的很新的這些東西 其實放在一起的話我們還是很強的一些就是可以完全勝任這樣工作的一批人 另外就是工作時間真的是還是非常靈活的 我我並沒有就是太積極的就是很早的去找工作或怎麼樣的 一個是我自己當然就是覺得那時候還不成熟 我還需要再多了解一些信息再多學習一些東西 另外我是覺得可能會耽誤我接送孩子 我的孩子怎麼安排所以我就比較掙扎我要不要去工作 然後我工作的話萬一開始工作了然後沒法接孩子了怎麼辦 就是我一直在想這些問題 但實際上這部分目前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他們安排開會他們也不會安排在三點鐘左右 他們他們他們很清楚好像一般都是兩點鐘 或者是上午十點他們也不會安排在九點八點半什麼的 他們可能覺得你還沒有開始工作 所以這個工作時間還是很靈活的 還有另外一點我覺得就是可以提的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那個JD的話 可能至少我這份工作是這樣 它並不代表你將來要做的那個內容 我這份工作一開始它是上頭寫的就是 你要會 SharePoint 然後你要會 Microsoft 365 然後你要會CM9 就是CM9 它這個東西是一個做Cloud migration的一些工具 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我還說不上來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感覺就是屬那個Agent 它就主要就了解你 SharePoint 一些工作經驗 我當時也以為就是我的重點工作就是跟 SharePoint有關的 然後與它又寫的不清不白的 我還以為是不是會做部分跟這個 Microsoft 就是Office 365有關的那個Admin的工作或什麼的 但實際上過去的話 發現它這個根本就好像就沒有關係 它把它寫上去就有點你會用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在這方面懂得很深很深 它其實最主要我現在做的這部分 可能將來也是會用那個 Microsoft的那個CRM 就是Power Apps去建一個APP 現在還沒有到那一步 它這個進展真的是很慢 但是那些其他的東西 就它列出來的那些 我發現跟我現在做的工作好像只有5% 10%相關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如果我們還在找工作的話 那些JD看上去差不多 你就可以去投了 所以就如果是BA 可能就是很多工作的你都可以去應聘 然後至少就是會記了一些應聘的一些面試的一些經驗 還有我覺得就是楊老師他講課當中提到的那些點 如果我們都掌握了 如果那些比如說法醫項目我們也做個七七八八了 應該就足夠了 當然你說我只是聽了一遍 那可能還需要需要再加深一下 但如果那些都夠都掌握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 啰啰嗦說講講這麼多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了 我看一下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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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這是真是切實的經歷的一種分享 非常好 其實我在看到了整個的一個進程就是這樣的 而且總結的經驗都非常非常好 包括這個接地啊 包括開始談到的這個接地啊 還有拆的GDP啊 你這個也是介紹了第一次在這個職場中 來真正的來用到拆的GDP來輔助你的工作啊 還有一個其實我就說我們到一個新的職場啊 我就說米蘭達他是這樣過 這樣也是一個這樣的印象 非常主動 他是非常非常主動的 自信 主動 然後呢真的是做吧 去做什麼 就是想到了真的去做 你看剛才那個米蘭達談到了 他就是為了去就是 就是Reach out to你的這個最大的manager對不對 他就覺得你才來一個月你找我幹嘛 是吧 然後你跟他談完之後 他覺得挺好 肯定你的談的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而且他對你的這種為人啊 也非常的喜歡 所以他就跟你來個weekly 是吧 來跟他進行勾論 聊聊 所以這都是非常 而且還是很有間諜 就是有的這種session啊 有的是就是別人 就是有的你的manager應付一下 你覺得這種session不應該有是吧 而相反的這種兩個人的wanwan的這種溝通交流 非常有間諜 對他來說 他覺得非常有價值 那他就會主動去安排這樣的一些面試 這個面談了 還有這個VCVT 其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做的工作讓人看到 是不是 就是你只要在做工作 有很好的一個態度 其實在一個職場裡面 就你的職場的這種工作的精神 就到位了 就是有一個好的態度 然後努力去做事情 所以這個做事情 是不是對你整個的這個打的項目 也許走偏了 或者是 因為本身 我說在企業裡面做這種工作呀 哇 就特別是在政府啊 就是他這個非常非常的緩慢 行動緩慢 所以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 但是 但是你可以設想 大家其實就是快著 一個快著一個 一個快著一個 哪怕就是原地踏步 那你就要原地踏步 然後大家賣一小路 你就要賣一小路 就行了 所以說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狀態 但是呢 你人家踏步的時候 你得踏步呀 是不是 人家都是一個個快著 你想跑到前面 你也跑不動啊 對不對 所以給大家保持一個節奏 但是呢 你做的事情讓大家看到 那你在這個職位上面 就是非常有價值的 是吧 人家就覺得你非常稱職 這都是我剛才看到的這個 米蘭娜的 在這個整個的這個進程中啊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經驗分享 是吧 非常棒 還有其實很會很成功的 而且做事非常專業啊 米蘭娜 這個 這個 是說想到就去做 想到就去做 想到就去做 是想到就去做 非常主動 而且真的就去做 就跟這個 其實很多人想像 這個人說 哎呀 他說你去找那個人 然後你再去 你馬上就去找那個人 那個人說你找他 你再去找他 另外一個人 是不是 這個過程中還真的馬上就去做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品質啊 嗯 我剛剛還問了說一點 嗯 就是因為我不是在到處找人 找我想要的一些信息嘛 嗯 就我在找人的過程當中 中間有一個人 他就覺得 我好像這樣做 挺有點困難 或者是 大概得不到我想要的東西 他就主動跟 他們那個 就是負責這個企業的 所有的那個 Digitalization的一個項目的 最大的頭跟他說了 然後那天那個 他們這個最大的頭 他就來找我了 我就在那工作 我說工作這麼長時間 都是我一直很積極主動的 去找不認識的人去聊 去看他們有沒有時間 去問那個什麼 那天忽然間他有個人問我 哎你現在有沒有時間 我當時就大吃一驚 我想這人是誰呀 因為他們的組織架構非常複雜 我還真不知道他是誰 嗯 然後那時候正好我也有時間 他說我能不能找你聊一聊 那我說當然可以 然後他就找我聊 他就介紹他自己 嗯他就說我現在做的這個項目 是屬於他手下的項目的其中之一 嗯 後來我看了一下這個人 就是搜尋了一下他的這個工作背景 他在這個企業做了三年多 嗯也是contract 然後他前面已經有四五十年 類似的工作經驗 他從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工作了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高職位的一個人 嗯他就說哎呀你那個做了很多工作 然後那個嗯我我覺得你這樣做就是做得很好 但是你這樣做也很辛苦 你看你需要我給你提供哪些幫助 嗯有什麼我可以幫助你的 然後我就把我的那個就是最近跟誰聊 然後誰誰誰誰大概是怎麼說 或者我應該下一步怎麼做下一步怎麼做 然後他就說好這個人我來幫你去聯繫 我去幫他我去給他打電話 然後那個他就趕快就是幫我說的這個人 就我還沒有聯繫 因為我給他發了Email他還沒有回 但是就問來問去他應該是最相關的一個人 他就跟他直接聯繫 聯繫完以後那個人就馬上主動回來找我 他就說哎呀你什麼時候時間 我們可以那個約個時間來聊一聊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如果我們積極主動在做的話 嗯他們會注意到而且他們會覺得哇這個人還是很努力的 還是可以值得幫一把的所以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那天他跟我通完話我自己就就覺得挺感動的 因為哇他弄高職位的一個人 嗯然後親自給那些人打電話 我說我也可以跟他打 他說你這樣子的話你的效率就是會大大降低 你以後需要什麼你就可以來跟我說我來幫你去安排 所以我就是沒有想到可以跟他直接就是對上話 嗯因為他手上我這個項目算是比較小的 他其他還有很多很大的項目 而且這是他們一個十年計劃的 就是他是2030這個期間他們要做的一個 Digitalization的這樣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反正我自己就很感動 我後來我就說你就像我的天使一樣那個就過來 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然後過來幫了我一把 讓我很多工作就變得更加容易了 非常好啊那個Miranda是真的想做事情 我覺得你他們你在這個家企業工作他們太賺了 你是真的想做真的想做事情 而且你來誇獎對方是天使 我想他這一輩子都沒有得到過這麼這個 這麼好的這麼崇高的讚揚啊 這個天使 所以說你會以為你整個圈子呀 在那個企業的整個網絡呀 慢慢慢慢就描起來了 關鍵還是要能幹 你是能幹 而且肯幹 我覺得能幹肯幹 而且呢態度還很積極 這是非常非常靠的品質 在職場裡面 非常棒 我們同學有什麼問題嗎 現場同學們 然後在這個職場裡面啊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狀態 然後那個 其實就是在幹的越久啊 他這個人會越疲乏 你知道吧 像那個在一個企業裡面 特別在這個政府相關的部門 做相應的工作 他這個 政府的這個節奏是很慢的 因為他這個政府有很多的compliance 剛才那個Miranda也在談 有很多很多的compliance 所以說他們要符合這些東西呢 都要有大量的投入 當然這裡面有IFS的投入 有時間的投入 就比如你審批一個 審批一些 一個權限等等 都是要有一個進程 還有呢 在這裡面 大家還是要 眼睛裡面 要容得了沙子 在職場裡面 特別是在企業裡面 當我們保持非常強大的 非常強的熱情 去工作的時候 來奉獻的時候 其實那些在這樣的企業裡面 幹了九個人 你知道吧 眼睛裡面都是撒眼 這個眼睛裡面 融了很多沙子 大家在這個狀態中 保證自己的一個工作 大家都知道 它是我的一個工作 在這個工作上面 然後我做出抵字 我的收入的這種貢獻 還有一個呢 我要FITIN到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裡面 這個項目也是在這個官僚體系下面 然後按照合適的節奏往前走 就很好 它是這樣的 所以說米蘭大做得非常非常棒 在短短的這個多少時間 兩個月一個月 兩個多月 其實整個就把它就不展開了 你這個性情不可能不成功 像你這樣的性情一定會成功 這沒有什麼說的 而且不但成功 你還會脫穎而出 就是你會發現 一下子就綻放出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 但是我就說我要看到一個 就是還是要隨著這種 就是在這個企業裡面 一個是要做事 一個叫做事 能做事 還是你做人是沒有問題的 還是要會做在這個企業裡面 像這樣一個企業裡面 在政府裡面 確實它的節奏是不是快捷的 它裡面有很多內容交織在一起 你剛才也談到了一個地質豆子項目 就是十年的計劃 你知道這個數字化轉型 這十年 這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就是它所現在依存的 就是依賴的這個數字化系統 你可以想想十年之後是什麼樣子 它這些都存在在政府這種 拿的這種體質下 它就是這樣做的 你知道嗎 還有你剛才談到的那個 project manager 你就看看 你就看看它這個 當你真正 你把它的工作接手過來的時候 你往你仔細看進去的時候 你發現 它的工作 裡面竟然有那麼多的重複項 是不是 而且它只是 其實那些列出了三百多項 你認為它知道 它真正在它心中有多少項嗎 一定 它就是把它當成一份工作 你知道嗎 那麼其實裡面有很多這種重複的內容 所以說 以後 在這個職場裡面 就是我們每個人 在職場裡面 不是盡善盡美 一定是有 我們想做很多 我們想做事情 非常想做事情 想把事情做得好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就不可能做得好 就是我們能 就是不能達到我們的 這個理想中的那個 那麼好的狀態 這樣吧 但是在這裡面 只要在一個企業裡面 我們跟同事 跟人 打好關係 那在這裡面 我們就能得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今天 這個媒然大分享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現場朋友們 同學們 恭喜 恭喜你們 非常棒 你的分享 非常感謝 而且我覺得 就是 剛才你們這個分享 我想就是 問幾個 就是小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 就是這個 這個 ChatGPT 肯定比那個 Google Translate 給我們翻譯出來的更精準 是吧 就是在使用之中 我覺得那個 ChatGPT 它其實翻譯功能 不是它的主要的功能 我用它呢 我用的很多 就是 我不是讓它翻譯 我是 比如說我寫好了一個 email 或者是我告訴他我大致的點 我讓他幫我 再寫出來一篇 它會根據我寫的 給出來一個 非常非常像樣的 一個 一個東西出來 它出來以後呢 我可能看上去 我覺得 我說你這個太正式了 你能不能 就是 稍微的那個 informal一點 然後它就馬上 給你轉換一個 幾秒鐘的時間 就給你出來 另外一封 看上去就是 非常口語化的一個 一個交流溝通 然後我一看 你這個太 太太 informal了 你能不能再稍微的 轉變一點 就是你把你的要求告訴它 它就會根據你的要求 幾秒鐘內 就會給你出來一個東西 另外它 我感覺就是 它其實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優勢 還是在技術上 有些東西 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只是有一些 business requirement 但我是覺得 就是還 也需要有那個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做 所以我就在上頭問 我說你可不可以 把那個 就是怎麼樣 把 business requirement 轉換成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它就會給你一些 我個人看來 因為我這個工作經驗 也比較有限 我覺得就是 比較準確的一些方法 它就說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business requirement 轉換成那個 functional requirement 你可以從哪幾個方面 左手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能不能幫我把那個 business requirement 轉換成這個 functional requirement 他說可以 你發給我 然後我就發給他一條 他就喀喀喀就出來好幾條 就比如說 因為政府之間 它這個很多這個文檔的傳輸 因為涉及到一些就是信息安全 所以它是通過一個安全的那個傳輸渠道來傳輸文件的 他並不是像我們這樣就發 email 這個對他來說 他不會用 而且他覺得 Email裡面的attachment都是屬於 比較容易被攻擊 或是有這種安全隱患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那他就會跟你說得很清楚 你這個傳輸上 可能會用什麼技術 那你需要注意到哪些點 比如說你需要有一個tracking的一個功能 看看他們有沒有打開 然後什麼時候打開 然後要有這樣的反饋信息 然後還是就是怎麼樣 他包括他有一些技術點 他會給你提到 比如說你可能會用什麼FTP 或者什麼其他的渠道 就是把這些點給你提到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它跟Google Translate 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應用吧 就是ChatGPT它能 能用的地方更多 而且你搜索來的東西 它是幫你整合的 當然它有時候也有它的缺陷 它可能回答的太general 或是太程式化的那種 但是就是你就需要通過它的回复 來給你 你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讓它繼續的細化 對還有一點 比如說我自己其實並 根本就不懂他們那個query的 那些language 那些SQL 那些language 我們現在用的一些數據 都是從它原來的系統上 就是通過一個data query 給導出來的 它有寫好的那個 那個query的language 但我看了以後 就有點看不懂 雖然它也是那種script language 說實話 真的是不懂 還不是說有點不懂 那我就把它 人家寫好的那段 那個就是程序語言 放在那裡邊 我就說你能不能幫我 把這個translate一下 就幫我整理一下 然後它就告訴你 它這個是從哪個table裡邊 找了哪些那個column 或者是哪些 就是它就把這個 它整個的背後的一些邏輯 把你換成語言的方式 給你轉化出來 那它如果提到其中的有一點 我覺得還不夠細 我可以跟它說 你能不能幫我再細化一下 它就會把那一點 就是又給你畫畫畫出來 幾秒鐘裡 就出來幾條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我當時還問它 因為我們在跟楊老師學的時候 楊老師那邊 因為我們也有提到 就是有一種virtual table 就是在那個powerapps 當時其實也是有點一知半解 包括現在也不是那麼完全的理解 但是呢我卻覺得 就是可以通過chat gpt 我去問它一些問題 我就說 我現在就是已經有系統 我的data都在原來的系統裡邊 或者在data warehouse裡邊 我想用到那個powerapps 做的那個model joinapps裡邊 那我能不能用virtual table這個方式來做 他就說你可以 然後他就告訴你 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他就告訴你 你這個virtual table 是用的是一種read only的一種方式 我一聽read only的方式 那我是不是 那我還想添加一些內容呢 因為我只是用它的data過來 那我還有一些其他的column 我需要添加的嗎 那我就說 我能不能添加一些column進去 他說沒問題 你可以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你他就有點像一個很專家一樣的 你通過問問題 然後你引導他 然後你再通過他給你的回复 你再反問他 就是你可以一點一點的深入 然後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 好像我不覺得目前來說 有什麼可以跟他競爭的一些工具 能夠到這個水平 而且就是真的是很厲害 好了 那個同學們還有什麼 問這個miranda的這個問題嗎 大家 好 那我們就再次感謝miranda 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 謝謝謝謝